哈喽 各位需要帮忙 大家好 我是本田老刘 老刘这个旅行呢 基本就差不多结束了啊 今天是第八天 八天老刘开了七千公里 我们准备回西安了 因为我老婆就是西安人 准备在老当人家待到月底 然后回去上班 那么我们出来一趟也不容易啊 然后我会给大家总结一下用车方面的 还有旅游景点方面的 还有费用方面的啊 从这三个方面给大家总结一下 让大家以后来这一块玩呢 该注意什么东西啊 车要注意什么 人要注意什么啊 我们说说那个车子的事情啊 首先我们这个八天开了七千公里 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是不是啊 我连续连续三天超过一千公里以上的啊 最多的一天开一千三百多公里 其他的都是在一千公里左右啊 这三天就开了三千四百公里 是不是很厉害啊 跟大家说一下啊 其实在这个地方开车真的一点都不累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 我跟大家说啊 在国道上的风景 比那些景区里的风景还要美 啊 有些景区我就不公为他了啊 那样的景点也能称为景点也能收费啊 很多在国道上的那个景点啊 比那个景区里的景点啊震撼了十倍 甚至一百倍都不止啊 那那些景点都是免费的 所以说到这里来 你必须在路上多转转啊 什么样的地形地貌 什么样的风景都有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我每天都开个几百公里以上 我们基本上都是 上午开车 下午到今天啊 玩一下 然后再开车 为什么这样呢 大家要问我 这个时间安排他过来吗 到这里来 我的确缺觉啊 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很奇葩啊 早上五点多钟 天就亮了 我们就起来了 晚上到九点半 天还没黑 你说变不变态啊 一天开多少个多少个小时的车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但是在这里开车 的确是个很幸福的事情啊 风景实在是太美了 还有在这里呢 开车一定要注意啊 这里的服务区 高速上的服务区啊很多 但是他这个服务区的功能呢 并不完善啊 有些服务区什么都没有 就一块停车场让你停车啊 有些服务区呢 他没有加油的啊 有些服务区呢 连厕所都没有 还有一些有服务区啊 有厕所 有加油站 厕所还是收费的啊 这里面这个地方很奇怪啊 所以说跟我们那边服务区完全不一样 那天我们听到一个服务区呢 半夜间关门的啊 有加油站啊 有厕所厕所是半夜锁上的 加油站是半夜半夜也是关门的 停业了啊 他们不是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啊 只可能只有十二个小时营业的 所以说大家到这地方来啊 一定要注意啊 我第一次来也是也是挺震撼的啊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奇怪的事情呢 这边好像高速都是新收费后通行啊 好像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到这里来呢 我建议大家不要走高速啊 能走的国道就走国道啊 因为国道可以看到风景好了 你可以停车啊 下来拍照 但是前提一定要注意安全 要把车啊 填到离马路远一点啊 因为这个地方虽然说人车都不多啊 还得要注意安全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在这个地方走国道上 很多地方都是无人区啊 老邮有一次在奥奥国道上面 开了两三百公里 既然没看到人 没看到车啊 那可能我我开的有点晚 大概七点钟左右 晚上七点钟左右出发的 在奥奥国道上面 两边都是眼蛋群啊 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开一直开 人也看不到车也看不到 这这会呢 手机信号也没有啊 我就非常的害怕 我这个时候车要是坏了 那不得完蛋吗 所以说大家要想到这边来 一定要把自己的车检查好 烧机油的车一定要多败两桶机油啊 不能开那些容易出问题的车啊 稳定性必须得好 不然跟你搁在荒郊野外 你相信能吓死你 还有就是呢 这个当地这个地方啊 搞旅游比较发达啊 租车很方便啊 所以说可以到这边来租车 这里面租车呢 都是什么车呢 都是霸道 路循 还有日产的那个图 图乐 这几款车非常非常的多 这个地方加油呢 还不是特别的方便啊 有的时候你跑三四百公里 都没有地方加油 那么我们这个油箱一定的大啊 老刘这个车呢 油箱是57升的老款 新款的是53还是54升啊 还小了四升 你知道这个57升的油箱 其实并不大啊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它油耗是非常的低 在国道上开 如果说你不超速的情况下 都是在五点几的油耗 5.5 5.6啊 这个油耗能续航到里程 那个多少呢 正常的是在8007 880公里左右啊 就是一箱油续航里程 大家知道吗 你的续航里程是多少 其实我们这个灯亮了啊 就是燃油油箱的那个报警灯亮了以后 你知道你油箱里面还有多少油吗 给大家出个小问题啊 我们在每辆车上面啊 基本上都有燃油报警 就是油箱那个灯啊 一旦达到多少公里处 像灌道基本上在45公里左右 它就亮这个灯 你知道亮这个灯的同时 油箱里还称多少油吗 表上面显示可持续行驶 公里数为45公里 它亮这个灯的时候 你其实里面正常的油 油还有多少呢 基本上是在七升到九升油 就是说小车可能少一点 大车就是多一点 基本上在七升到九升啊 厂家给你标的这个可持续行驶里程呢 是 是给你标的比较稳妥一点的啊 它标45公里 其实 肯定不止45公里 所以说呢 大家有个数就行了 尽量不要开到这个极限 万一搁在路上怎么办 像我像我这个车 如果说在这边跑国道的话 800多公里的一个可持续行驶里程 完全够你用啊 基本上我都是开个 还趁两三百公里的时候 我就加油了 怕呀 又不知道下一站 驾驶站在哪里 是不是 我本来准备买个备用油桶的 备用油箱的 所以后来也没有买 所以说呢 这一块大家要注意一下 加油方面的 然后总结一下 一个车子的一个使用情况呢 那么我们在 我们正常在3000多米到4000米 这样的一个海拔啊 这个车用起来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基本上跟城市里面开 基本上一样 没有感觉说动力差很多 然后起步也差很多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可能这个车 3000多米到4000米 它比较习惯 也许可能我上的比较低啊 可能上到4000米以上 5000米 它可能就不行了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车子啊 那么长时间跑了七八千公里的一个使用感受呢 总体来说呢 非常的完美啊 第一 这个车出来那么长时间 大问题小问题一个都没有啊 这个是非常要表扬一下这个大白啊 连个气压都没有出现问题 什么问题都没有给我出啊 所以说这一块我是非常的欣慰的啊 水也没加什么都没弄啊 就是一直开到现在 我昨天看了一下机油啊 还是正常的 然后 变速箱的这一块呢 我还是也要给它点个赞啊 虽然是CVT啊 但这个在这个海拔开呢 一点都不吃力啊 所以说动力总成这一块 包括这辆车整车表现 都非常非常的棒 唯一不棒的是什么地方啊 老刘要跟大家说一下 唯一不棒的地方 就是这个减震啊 因为我这个是1.5的啊 没有配那个主动减震器啊 所以说在那个 在我们在那个西台吉利亚湖 那边有一段路啊 飞铺撞路面 颠得非常的凶啊 如果说配那种主动减震器 我估计会好很多啊 所以说两点年的贯道啊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配置啊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啊 所以说这一路下来 这个车我什么都感觉非常的完美 唯独就是在减震器这一块啊 在那个飞铺撞路面 你开的慢 它反而垫的凶 我正常开30左右 30到40这个样子 还还垫的反而凶一点 所以说在那个路面上啊 你不能开的太慢 太慢反而垫的更凶 开快了呢 最多就震动稍微大一点啊 但是没有车的晃来晃去那种 晃得很厉害那种感觉啊 其他方面啊 是非常的不错啊 我要表扬一下 特别是这台车的一个空间啊 这个空间真的给我省很多很多钱 然后你知道现在这个景区附近的宾馆啊 多少钱一碗吗